歡迎收看 這是雙黑科技 有石墨烯 對 然後再把這個足弓 加在上面 它有150多顆獨立桶 真的加得住嗎 因為它有足弓 它可以讓你的受力面積增加 真的 我們要出力 出力 多一倍 出力 多兩倍 我的天啊 你看 斷掉了 力氣這麼大耶 先發表一下感想怎麼樣 感覺就是 完全拉不動 就是站得很穩 對 真的嗎 維銘哥 你信嗎 我不是信不信 我看到這個實驗 我覺得 這個我自己測試了大概 三 四個月 完顏度很高 對 就不會有罐頭會有酷香味 這個感覺 牛肉湯麵的汁多棒 多濃稠 你看 就真的就像我們家裡煮的耶 天啊 媽媽買不要跟老公講誰買的 你就是偷偷做出來 真的是有家鄉的味道 唯一 通過 動物實驗 以及人體實驗 好 雙臨床驗證的瀝蝦油 是 有加了瀝蝦油 它馬上就變化了 有沒有 已經快要化掉了 對 天啊 讓它血管壁碰到這一些 這些自由基的情骸的時候 很容易受損 大老闆檸檬 做自己的老闆不是夢 歡迎所有的觀眾朋友 收看我們的節目 所有的十一柱形 妳個人最注重哪一個 不給我吃呢 就會這個世界大亂 吃不怕吃太多嗎 吃太多就麻煩了 還要減肥 妳還不如不要吃 但是尤其是因為藝人 我覺得一般女生 應該都有這個困擾 就是吃多了就怕 這邊多了一塊肉 這邊多了一塊肥肉 所以就會讓我們很擔心 我們的卡路里 沒錯… 怎麼控制體脂肪 或是吃的健康有機 都是現在的這個險學 沒錯 我們每次來的產品 都非常的厲害 當然我們也會邀請到 我們的評審來為大家來講評 好 這一集的專業評審 馬上為大家介紹 來的歡迎第一位 是我們部落客的團購主 金老佛爺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金老佛爺 有沒有什麼一句話 給所有要創業的朋友 有 讀就是一個數字來決定 成敗 但是 第二位呢 也是我們熟悉的好朋友 從這個藝人 然後也轉戰這個直播 也創下佳集 歡迎姿佑姐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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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永遠覺得 給自己機會 好 第三個評審 小禮哥 歡迎 嬌哥好 子晴好 還有大家好 創業者呢 妳要有 要有熱情 要有決心 要有毅力 但是最重要的 要有機會 曝光 妳的商品 妳的想法 所以趕快來大老闆聯盟 說得好 對 我們這個節目很特別 台灣這麼多的選秀 我們就是 唯一一個就是做創業的選秀 這是很棒的平台 讓大家都有機會被看見 對 接下來這位呢 也是做過很多的工作 但現在也算是老闆級的人物 歡迎惟銘哥 歡迎 教授好 雅座好 大家好 妳確定 妳要當老闆嗎 這是我今天想要送給大家的話 因為我真的覺得當老闆 老闆真不是人幹的 太辛苦了 對啊 所以您是帶著一種威脅的角度 不是 我只是要創業的人 就仔細考量一下 真的要當老闆這件事情嗎 對 老闆並沒有表面上那麼好看 同意 老闆有什麼了不起 每天缺錢你要處理 沒有衛生紙 你要處理 員工不來 你要處理 廁所髒了 你沒人擦 你自己擦 所有事情你要處理 我們當藝人多簡單 沒有啦 我們沒有 只有他在罵助理 不要亂講話… 什麼叫當藝人多簡單 好 謝謝維銘哥 謝謝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20位微型創業家 歡迎你們 歡迎各位 謝謝… 如果你們對今天的商品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進行合作 觀眾也是 如果觀眾有興趣就掃QR Code 粉絲專頁就可以進一步的了解了 好 接下來馬上歡迎第一組 第一組帶來是鞋墊 鞋墊曾經出現在節目當中 不過今天又加了現在 劃時代最重要的發現 就是石墨錫 好 歡迎第一位老闆 歡迎 我來參加大老闆聯盟 最主要的目的有這麼多評審 它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寶貴意見 然後因為這個是一個新的產品 所以說我們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因為我們是一個非常好的產品 然後咧 我也希望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能夠得到第一名 阿衛老闆你好 要不要我們介紹一下 你今天帶來的產品 最主要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食品 是 產品 產品 不能吃這些 你確定有沒有吃嗎 不要緊張 好 我們剛剛已經有點題了 這樣跟石墨錫有關係 對 沒有錯 因為它加了石墨錫以後 它可以導入導出 所以對我們的那個調節體溫 包括說 然後夏天穿了它會散熱 是 然後咧 最主要咧 它可以除臭 對 這個是什麼畫面 我想幫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就是點酒 它點酒經過我們這個石墨錫 石墨錫鎖墊 然後你看 出來 它會滴 滴出來的水 有耶 剛好滴了一滴 對 這個還剛好有拍到 這個就是它可以除臭的功能 再來它就是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說 可能大家都知道 鞋子穿了幾個月以後 它會變歪的 對 會滴掉 對 這個不是鞋子的問題 是腳的問題 是 所以說我們的腳如果歪的話 它不能去調整 很多人會去做這個 足弓墊 矽膠墊 就穿好幾雙 那我們現在就不用這麼麻煩 也不用 對 只要穿一雙就好了 因為我們這雙黑科技 有石墨錫 對 然後再把這個足弓夾在上面 它有 真的多嗎 150個 它每一個點都不一樣高度 是 所以它可以調整我們的走路姿勢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好 把這個瓷磚 當作是我們的腳底 最喜歡看實驗 好 你現在給它放上去 然後一般我們市售的這個就是 那個牛皮 什麼皮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個 一般這個名牌鞋墊 你也拿一個比較乾淨 是喔 你為什麼在穿多久 這個有更新的 再換一個新的石墨錫的 對 三個 有名牌的 有一般的 就是我們的重量 代表我們的重量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每天走路 它會上下 那50公斤就會變100公斤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給它放上去 好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補久 結果這個瓷磚 你看 裂了 這個就像腳受傷了 然後在很多人就會買名牌鞋 對 名牌鞋的話 還不會 又裂了嗎 也裂了 還是保護不了我們的腳 還是沒有幫我保護 那大概石墨錫這個 再來這個石墨錫咧 我們丟下去咧 它就好像彈簧床一樣 聽聲音就聽得出來 它有一個保護 它有反彈的感覺 保護它的感覺 這個瓷磚有沒有特別 我們要驗證一下 如果沒有鞋墊 你放下去它會不會破 來 那我們一樣再把這個 放上去 再換一個 看它會不會破 對 不要說這個瓷磚是假的 各位觀眾朋友是同一個瓷磚 對 剛剛是用石墨錫 現在用一般的 來 打開看一下 我的天啊 小禮哥 米茶秋豪 我們現在 這個叫雞蛋 是雞蛋 大家都知道這個雞蛋 如果稍微這樣扣一下 它就破掉了 對啊 我們現在一樣 再把這個石墨錫的 它可以擋住雞蛋的 這個地心引力 老闆你確定 要這樣玩 我要用力囉 好 唉唷 真的沒有破 這個是真的 哇 雞蛋是真的 雞蛋是真的 你要打蛋我才知道 來 等 這個蛋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現場立刻打才是真的嘛 對不對 不要浪費 幫我去煎一下 再來 它就是 妳的腳穿上去以後 它的溫度會保溫 那有沒有人願意出來 試穿一下這個鞋墊 有人想穿的嗎 又舉牌了 那你出來吧 來 最有實驗精神的又又 現在先測一個溫度 好 就是他沒有穿 這個石墨錫鞋墊的現況 妳現在先把鞋子脫起來 好 然後我把妳這腳量個溫度 來量一下 來 給鏡頭看一下 33度 好 33度嗎 來 你看 一般的話都是這個主攻 你看 都是這個主攻他踩不到 每個人都這麼髒 只是你沒看了 你不要笑人家 如果妳穿了我們的氣墊以後 他會調整妳走路姿勢 來 然後妳現在再給他穿上去 我真的被他的鞋墊嚇到 好 現在左腳式換上我們的鞋墊 對 左腳 好 您現在先走走看 搞不好走路就有不同感覺了 是吧 待會兒還要看溫度 對 沒有錯 走到那個小禮哥 維銘哥那兒 然後再來回走 然後我們可能他會再邀請一個 那個模特兒來做一個平衡的測試 平衡的測試 對 郭翔 郭翔麻煩你了 來 拖鞋子站上去 好 我們同步的 還有幼幼正在進行溫度的實驗 他現在腳底呢 有一個是石墨溪的鞋墊 好 來 現在平衡測試怎麼玩 然後咧 你兩隻腳抓了這個桿子 我如果往下壓的話 你是不是會往後起 來 你再站上去一次 小心喔 你撐住喔 你不要演喔 你要看個往前面 撐住喔 我如果往下壓 你就往後起嘛 怎麼有點曖昧 這個動作 來 我們這個石墨溪 如果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然後我們再撐住 怎樣 會撐住嗎 真的撐住嗎 因為它有足弓 它可以讓你的受力面積增加 真的嗎 有摩擦 好 對 所以說 如果穿了石墨溪 以前站不久 走不遠的 對 你現在穿上去的時候 它可以雙倍 還可以穩住 雙倍 來 站穩 我要出力 多一倍 出力 多兩倍 我的天啊 斷掉了 力氣這麼大耶 你看你都不會動 小哥 文明哥很不相信欸 好 先發表一下感想怎麼樣 感覺就是 就是真的很穩 對 真的嗎 文明哥你信嗎 我不是信不信 國防部 敵軍來的時候 所有敵軍來的時候 怎麼樣都捍衛不撐 就是把它推不動 直接倒 直接讓我們國軍的戰力 提升三倍 對 這算是國防武器 而且我覺得 連所有的F16戰鬥機 都應該貼滿這玩意兒 那 他站裡 怎麼都貼不到 我們現在很穩定 不會啊 你看 如果飛機上貼這個 飛彈打到它就彈走了 我們是很煩欸 但是我非常不喜歡這個 為什麼 萬一哪個電視節目製作人看到 又要拿這個 不知道我們當懲罰有沒有 膠底按摩 對 按摩墊 這很舒服啦 這個 軟舒服 對啊 這OK的 好 那做完了幾個鞋墊的 實驗之後 我們先等一下 待會兒來量幼幼的溫度 所以有一些問題想了解 來問一下阿瑋老師 阿瑋哥 對 因為你的鞋墊真的好厲害 所以想知道老闆當時 怎麼會想要開發鞋墊 因為我們本身是做矽膠 就是有做一些那個家用品 比如說保鮮蓋 因為我們常常到國外參展 然後一站就是要站很久 參展展會是最累的 像貝姐一樣 一站都是一整天 而且在國外的話 很多地方都是要用走路的 當然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 常常會腳痛 然後到最後就會變足底筋墨炎 了解 所以說就我們就自己 慢慢研究開發 對 然後就開發到這個 這麼好的產品 然後我就希望 因為大老闆聯盟 就很好的節目 很好的平台 然後我希望來這邊 可以把這個這麼好的產品 分享給各位 讓各位更多人知道 因為我們石墨烯會有溫度 對不對 它有保溫 保溫又散熱 可是因為你下面這個是膠 對 那它 我跟你講膠我們還是怕會有毒性 因為你整個熱度 然後精疲毒吸收 甚至很恐怖的耶 那各位放心 因為我們這個是 我們都有送錢 就像他剛剛講 他有做一些盒子的蓋子 那是食品 所以說他那個烤蛋糕也是可以 那個烤蛋糕盤 對不對 懂了嗎 那個是食品級的 那我們這個就是食品級的西膠 很多觀眾一定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要做成這樣 一粒一粒的對不對 對 讓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腳底會有穴道 穴道 穴道 那你是不是很多人 會去踩健康步道 踩到之後腳底花眼 有啊 腳上 因為我們的腳是軟的 它是硬的 然後踩到最後它會變 根本是懲罰那個 花眼 是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樣 第一 它會透氣 第二 它可以轉過來 變成按摩線 轉過來用 那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怎麼轉 來 我們看這邊 請導播看這邊 這邊是正面 這個叫做氣墊 對 那你如果要按摩腳底 每天早上五分鐘 十分鐘 左腳變右腳 右腳就變左腳 這樣懂了嗎 老闆 你這個到底貴還是便宜呢 可以穿多久 平均多久 我們要換掉 石墨西 基本都不會太便宜 因為這個東西 它一般的話 第一雙的話 它可能會壽命比較短 因為它會 第二雙的話 第三雙的話 你一直穿的話 它會調整你走路姿勢跟身形 然後它的壽命會拉長 了解 如果是第一雙的話一年 第二雙可能會兩年或三年 可以 可以 因為這個清洗部分就是很簡單 你一定要用清水 清水洗 然後這個給它搓螺 所以還可以洗 它可以洗 這個很棒 這個我們要來量一下那個 溫度了 溫度了 剛剛是33 33 對 好 來 請又又同學再次出列 好 我們現在再給它加一個 來 有沒有 好 給鏡頭看一下 現在到底是多少 34.2 真的提升溫度了 這個血液循環不好的人 冬天太需要了 它冬天的話 它可以增加我們腳底溫度 但是夏天的話 它會讓我們的腳底溫度降低 左腳穿起來 對 然後的確它有那個 是喔 對 穿起來很舒服 我現在馬上再綁妳的右腳 再剪一個 怎麼那麼好 直接送它嗎 這個時候很簡單 你只要把這個後腳跟 有沒有 後腳跟對整齊了 他不穿襪子 對啊 因為又又妳都不穿襪子 對 男生為什麼不穿襪子 然後用剪刀 就是把多餘的 為你剪一個 你賺到了 又又 謝謝你參與我們的實驗 不要了 那什麼爛東西 丟掉 垃圾鬼 來 這個不是說好像台灣在風行而已 我那天去逛那個知名的 義大利品牌 P開頭的 一進去他就跟我說 這個我們也加了石墨烯 所以義大利麵也加石墨烯 想要什麼 義大利麵 你讓我加石墨烯 食尚品牌 對不起 P R A D A 對不起 而且人家開頭都講了一個P了 我都已經講了P了 妳剛剛講到Pasta吧 對啊 是Prada 不好意思 我以為是義大利麵 接下來是給分時間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評審給的分數 首先看一下金老佛爺 19分 林姿佑姐給的是19分 小禮哥給的是18分 最後維銘哥給的是18分 目前74分 好 接下來是看到微型創業家 來看一下微型 我要賣的朋友有多少個 目前給的分數全舉了 滿分喔 對 所以我們的總分來到了94分 恭喜 而且是我們這個月最高的衣櫥 謝謝 真的 老闆實驗得真好 對 實驗得真好 對 我沒看過真的寫電 這麼多實驗真的很少 還有就是實用性 對 我是看到他的族群夠大 族群夠大 對 謝謝阿瑋老闆 謝謝 謝謝 今天上節目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很好 因為很多來賓也覺得 我們的產品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讓更多的觀眾朋友知道 有這麼好的產品 子晴 還有觀眾朋友 有沒有聽過在民間 現在廣為流傳 可以控制鞋子 還有山高的零蝦油 有的 我很想賣耶 是喔 對 因為最近它的聲量很高 是我們新世代的保健聖品 網路聲量很高 對啊 不如來認識一下 好 歡迎我們下一位創業家 我一直以來都是致力於 推廣健康講座 我台下的觀眾 很多都是中高年齡層 但是心腦血管疾病 不再僅止於中高年齡層了 很多都已經是年輕化了 我希望透過這樣的媒體 跟網路的訊息推廣 能夠讓大家更正視 這樣的一個議題 只要 歡迎羅老闆 你好 你好 羅老闆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您的產品 我今天帶來的、分享的就是 富方的零蝦油 現在最夯的 是 因為夯的原因不是它 夯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很多人都是 因為心血管疾病 你的血管彈性如果不夠好 就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是 所以我會分享各位 一個非常好的 我們有很好的成分 就是零蝦油 是 我們都知道說 吃好油可以排壞油 沒錯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會吃魚 覺得吃魚比較健康 對 魚油 因為什麼 魚油裡面有Omega-3 對 Omega-3最主要 它裡面有DHA跟EPA DHA就是腦黃金 它可以幫助我們腦的活化 和預防老人癡呆 現在大家聽到老人癡呆 也就很可怕 對不對 它對眼睛的修復也很大的幫助 尤其現在大家追劇 很會追劇 很容易就眼睛不熟 所以3C商品對眼睛的傷害很大 是的 還有一個就是血管的清道膚 就是EPA 所以為什麼這個魚油裡面的 這個Omega-3的油 可以幫助我們排除壞油 但是呢 有一個更好的 比魚油更好的就是零蝦油 因為它來自於天然 南極污染的環境 所以它又比魚油更好 最主要它還有一個 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對我們身體的吸收度 是比魚油更好 為什麼 這跟老師又要上課了 這是分子結構的關係 好 請說 為什麼 因為魚油它是屬於 三酸甘油脂的一個結構 是 那零蝦油是 零脂質的分子結構 那你說零脂質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軟零脂對不對 軟零脂就是天然的乳化劑 你可以油跟水 可以結合的乳化劑 對不對 所以它的分子結構 跟我們的細胞膜 因為我們的細胞膜本身就是零脂質 所以說你看 所以它的吸收力跟利用力 就可以比較高 所以它裡面有個超強的抗氧化 所以為什麼磷蝦油它是紅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個蝦紅素 它是維他命C的六千倍 哇 這麼多 它是Q10的八百倍 真的假的 甚至它是額茶素的五百倍 對於皮膚的保養也是很棒的 從妳就看得出來 真的看得出來 對 所以除了磷蝦油之外 我們這個是非常的好的 就是我們是多元的副方 除了磷蝦油之外還有紅麴 紅麴也是最近非常夯的有沒有 因為對於心血管調降三高 非常好的一個成分 還有就是 葡萄脂 我們還有維他命E 維他命E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所以它這個多元的副方裡面 它除了水溶性的抗氧化 還有脂溶性的抗氧化 所以對於血管的彈性是很好的 讓你的血管更軟Q有彈性 它還獲得了 它是市場上唯一獲得 衛福部核可認證 健康食品認證的 有小麗人耶 對 小麗人標章 它也是市場上唯一通過 雙臨床驗證的磷蝦油 再來它也獲得了SNQ 就是國家最高品質標章的獎項 是 看到了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 醫生在用保健食品 絕對比我們一般人怎麼樣 龜毛嗎 更謹慎 更謹慎 它確實比較謹慎 我們這個非常特別就是 我們還獲得了100位的醫生 臨床去認證 推薦這樣的一個商品 醫生認證 而且心臟科有加醫科還不同的 大家都一致有感 真的是備受肯定 因為他們就知道說好的商品 值得推啦 對 老闆妳還來這裡幹嘛 妳這個禮院商應該要 已經賣得很好的才對啊 可是因為像我之前也想買 只是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什麼 實驗信可以讓我看到說 真的有效 而且市面上琳瑯瞞目 太多了 很難跳出很多 妳進去那個藥妝店妳怎麼選 有時候就看代言人 有時候看包裝 這裡是把內容物講清楚 講得更仔細 很多人都不了解 所以我們現在做個實驗 好 很想看一下實驗 第一個實驗要做的是什麼 豬油 這個豬油它只要在 這個常溫下的時候 它就會融失凝固的狀況對不對 沒錯 會結塊 對 那也就是為什麼 到了秋冬季節 你血中的油脂也比較容易 結塊 結塊倒是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會比較濃稠 我們透過磷蝦油 你看這老師都跟我們不苟言笑 這個是什麼 妳也稍微笑一下 好 對 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磷蝦油對不對 所以倒進去的是磷蝦油 對 我來做攪拌 好 攪拌它 同時一起攪拌 對 現在看 右邊是結塊 好像都苟不開耶 對 但是有加了磷蝦油的這一杯豬油 已經快要化掉了 對 快化掉 你看它這一塊還是在這邊 還是白白的一塊 一大塊 重點是呢 還黏在你的血管壁上 有沒有 讓它血管壁碰到這些 這些自由基的侵害的時候 容易受損 它一分受損就會結痂 我們都知道結痂會怎麼樣 開始就會去修復它 就會越來越厚對不對 我們結痂是不是皮會越來越粗暢 對 到時候你可能稍微吃了 稍微油一點的之後就卡住了 就術透不了 對 我們全身上下這一些什麼 管路這麼多 這麼微細 只要有個地方稍微堵塑 我們常常講的 你堵在腦部就可能中風 你堵在這個 我們心上就可能心梗 是 這個東西都必須注意 再來就是很多人說 我都沒有在吃什麼肉 我吃得比較清淡 或是吃素的朋友 對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般的吃的油脂 也會造成我們身體 如果說你沒把它帶一些出去 好 現在裡面是水 對 我們要把油倒進去 這是全新的一罐油 好 倒一點 到水裡面 好 這部分 好 然後呢 我把它加上我們的磷蝦油進去 左邊這個是加了磷蝦油的 另外一邊沒有 對 要幹嘛 搖晃 對 那請那個麥首搖一盒 麻煩處理一下 好 沒問題 好 來 妳賣鍋手要硬 要兩邊手一起好 這樣比較平 這樣子 好 妳可以看到 比較公平 油呢 好 這已經乳化囉 待會兒妳會注意到 上面都一層油在上面了 它還在 所以我們的磷蝦油可以分解油脂 但是原本的它的 一般的水 對 還是油水分離 不會被分解 油落在上面一層 其實我們要知道說 我身體有沒有需要這樣的東西 來看看怎麼樣需要 自我檢測一下 直接把妳答案講清楚 對 妳的血中的油度是太高的 需要的是什麼人 像肩頸常常僵硬的 常常僵硬的 當然說都是紅字的話 一定要注意 但是如果你沒有多紅字 你如果你的長輩 你的家族病史是有這樣狀況 還是給 你一定要注意 對 新陳代謝差的 新陳代謝差的 因為你血液上不去 經常冬天的手腳冰了 手腳冰了 對 那你新陳代謝不好的話 你營養元素也不能夠 後製到我們全身上下 血過不去 對 久坐熬夜 久坐現在很多人一追劇追很久 再來熬夜 或是我們的警衛伯伯 對 這當然需要注意 胸門 很多人胸門發覺不對勁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因為心血管的問題 他趕快去醫院都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對 小腹微圖 小腹微圖就是 這個是成哥的照片 你不要看有些人瘦歸瘦 小腹微圖的 這種都是代表它是內臟脂肪很高 它可能就脂肪肝 或者是有腥包油的狀況 這個要注意 再來就是 精神不佳 精神是不好的 因為你循環不好 你氧氣也沒辦法帶到全身上下 再來營養不均衡 因為現在很多人雖然 吃了很多很多外食主義的關係 然後都會飲食不均衡 不管你吃婚跟吃素 都必須要去注意身上的代謝 所以現在人是真的不缺 都是太多 魚有的話我們吃起來 好新 好新喔 打開罐子那個味道就已經出來了 對 就新 那這個呢 不會 我們看啊 妳桌上有沒有 聞聞看 林蝦油的那個來源都是 安全合法的嗎 安全合法 有檢驗嗎 有檢驗之外 它其實要有合法補撈的證件 才能夠去補撈 因為它必須維持大自然的一個平衡 對 所以它是有補撈的證件 才能去補撈的 其實林蝦油這個成分很新 羅伯一開始 是怎麼會想要研發這個產品的 對 最早以前 我多年來都是以推廣美麗 是 為主的試驗 當然女人都在意 更在意這個嘛 對 覺得外表很重要 後來呢 後來在有一次的一個聚會當中 我有一個朋友 她非常的漂亮 她是我們眾多女性朋友的女神 比女還漂亮 她不只是外表漂亮 身材也很好 是 那在有一次的一個聚會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奇怪 她怎麼臉有點不對稱的歪斜 妳知道嗎 我們心裡想說 可是當她跟我們講說 她之前小中風 這個小中風造成的歪斜 她的臉可能顏面神經 有一點不對稱 對 我才知道說 健康雖然 漂亮真的很重要 沒錯 但是健康更重要 所以妳就起心動念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我一定要好好的 針對這個部分來做研究 我們微信創業家 有沒有什麼好奇的地方 剛剛老闆講了很多 已經很專業了 有沒有屬於自己的疑問 來 您來 好 老闆妳好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市售林蝦油很多 但妳們的林蝦油 有跟其他廠牌 差別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除了我剛剛講的它是富方的 再來它就是 唯一有做到人體實驗的 一般外面的林蝦油 完全是沒有做過人體實驗 妳剛剛講的好多唯一 真的是唯一 包括那個什麼驗證什麼 都是市場唯一的 對 市場上唯一 而且它是唯一有見證好的證 這個很厲害 老闆妳好 我想詢問一下 就是說妳對於產品的未來發展 有沒有什麼打算跟期許呢 有道理 今天來到這裡就是第一步 想被更多人知道 對吧 未來呢 我希望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商品 能夠 說得太棒了 真的 因為我們都有知青的家人跟愛人 我們自己也透過很多 很多的一些保健 但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最好的一個功效的時候 所以我希望一個好的商品 能夠分享給很多 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謝謝羅老闆 好 問答時間結束 馬上要給分了 看看四位評審長 十位給舉分 來看一下金老婆也給的分數 是18分 姿佑姐給的也是18分 小禮哥給的是17分 威冰哥給的分數是17分 目前是70分 不得了 子晴數學進步很多 馬上就知道是70 沒錯 我現在數學喊厲害喔 好 來看看未經專家 想要賣的請舉牌 來看一下目前舉牌的有 來 這個 冰蝦油 有沒有打到妳呢 是 目前有五位沒有舉牌 所以是15分 總分85分 85分 好 謝謝羅老闆 謝謝 但是馬上歡迎第三位創業家 其實我因為以前 都大部分都是跟中高年齡層的 年長者在討論心血管 那這次覺得比較特別的事 就是針對年輕人 那我們在座很多的年輕人 一起來共同討論這樣的狀況 那本來還以為說他們會覺得 這東西好 離它好遙遠喔 可是我發覺他們熱烈的一個響應 我覺得確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也是說我今天來到這個節目 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是希望透過這個節目 重視只有一個人 他能夠獲益 我都覺得是最棒的了 接下來這參賽者呢 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我已經聞到味道了 對 他是六十年的老店 這麼久 大家知道這兩年 很多熟悉的餐廳都已經不見了 倒闢了 真的哭哭 這個時候就要做一些改變跟進化嘛 能夠撐六十年不簡單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故事 好 哈囉 各位大老闆聯盟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筷子餐廳的負責人 黃麗萍 因為這陣子的疫情 那大家都在家裡 那我們餐廳呢 為了因應這個疫情 所以我們也推出了 宅在家裡可以享用的冷凍的 宅配的食品 都是由我們餐廳裡的師傅 親手大火快火 還有用慢噸的時間 為大家來製作的 因為很多菜呢 是不適合冷凍的 所以我們特別挑選了幾道 非常適合保存 當它經過我們帶回家 還原以後 跟我們在餐廳裡面 現做出來的口味 是能還原到百分之 可能九十五到一百 讓你不會覺得到餐廳 跟帶回家有太大的差異 讓大家很方便在家裡面 不用來到餐廳 你就可以享受到 跟在餐廳一樣同等級 同口感 同品味的 這個美味佳養 看起來太好吃了 歡迎老闆 張哥 丫頭還有評審 各位室的來賓大家好 太好吃了 我上半年還有機會去過一次 後來因為疫情 就不太敢去實體店面 原來你有出冷凍的 也是 為了疫情 對 新時代大家都有一些進化 不過竟然已經六十年了 沒有 筷子二十年 但是你們家族 六十年是講那個老Coco的中男 對 一路到現在 整個技術到現在六十年了 那麼跟我們分享一下 現在的筷子餐廳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因為 接手了老店以後 給人家的感覺 就覺得我們老店是老派 對 然後擁擠 然後衝刺 就是沒有辦法好像好好的坐下來 是 都是好像被趕著吃 所以我想要弄一個 我心裡比較 我理想中的餐廳 讓大家可以吃得比較放鬆 比較舒適 而且有一點西餐的感覺 然後飯後還可以 除了水果之外 可以享受咖啡 對 中餐廳有咖啡 倒是滿特別的 冰淇淋 因為一定要把老中青 三代同堂通通要顧到 因為前面兩個都是講健康 對 所以我也一定要強調 那你也講一下 像我店裡這個食材都我自己 因為我買了三十四年的菜 我每個禮拜二 四 六 日 自己來 對 都要到菜市場開了貨車 過來好吃 就絕對不讓人家經手就對了 你要自己下手 對 那筷子手 因為那個油水 很挑剔的 筷子店裡面 因為菜市場其實大家都知道 菜有分很多的等級 對 有分很多的等級 那我明明是付了A貨的錢 可是我不是像各位去菜市場 只是買一斤 很好辨認 我一買五十斤 對 那裡面它可能賣不掉的要給誰 因為 好多都被家庭主婦挑走了 然後賣B貨它就怎麼樣 塞到我A貨裡 所以我明明付A貨的錢 我一定要去盯著 都是A貨進我的店 對不對 所以確保我的消費者 好用心 光這點我就敢 這樣東西才好吃 這樣東西才會好吃 一定要這種 就跟妳講 這樣老闆才不會被人家 把錢A走了 也對 那妳當初創業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愛吃 是不是 喜歡走菜市場 愛吃 除了愛吃 了解 希望別人能夠品嘗到 所有人可以品嘗到我的手藝 其實這個筷子的很多 這個江浙菜 我都是經過我自己的概量 因為現在的人都比較 少油 可以講求健康的 除了少油 少鹽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就是食材上面 都要特別的挑選 光看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影片看到的 料理包 也就是還原 你剛剛講還原講得特別好 很多人怕買料理包回家 跟餐廳的不一樣 縮水 或者是會有一個冷凍的味道 好怕 好像罐頭味一樣 尤其那三個月嚇死了 每天都在吃 這個我自己測試了大概 三 四個月 完顏度很高 對 就不會有罐頭味或冰香味 這樣可以開始吃嗎 有 我準備了很多 太好了 即時料理包製作 來 老闆 我們第一道菜要做什麼 我先做獅子頭 冷凍料理包只有炸好的肉丸 只有獅子頭本身而已 因為肉丸為什麼要幫大家製作 因為大家 我怕有的買到的肉丸 可能都有些添加物 對 所以在我店裡 自己餐廳做出來的肉丸是 絕對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還有就是 我們真正的揚州獅子頭 它是要鬆軟 跟肉丸不一樣 肉丸是要 緊實 對 獅子頭要吃鬆軟 對 吃到很緊實的獅子頭是不對的 為什麼會鬆軟 因為獅子頭它是肥瘦比 真正的獅子頭肥瘦比 是50比50 一比 一半一比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沒有人要吃那麼油 但是你為了要保持它的鬆軟度 我想市面上很多人會有 比如說有聽說有加壁棋 可是因為壁棋的喜好 大概是 也是一比一 喜歡的就很喜歡 不喜歡的就很喜歡 我是加豆腐 你加什麼 加豆腐 對 剛才那個小禮哥也 剛剛還沒來錄的就問我說 是不是有加什麼東西 加豆腐也是一樣 不過但是因為我們這個 為了要保存三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是 那你加豆腐 加豆腐有一個風險 豆腐容易會變質 對 會炒身體 會炒身體 所以我為了要取代肥肉 所以現在的比例還是瘦的50 那另外50呢 另外50 20%是肥肉 山東饅頭對不對 那個饅頭 這裡面 山東饅頭 你把饅頭把它泡水 看起來捏碎了以後 是不是有點像肥肉 是啊 然後我們順便再把調味料 拌在這個泡過水的饅頭裡面 這樣打到肉裡面的時候 好聰明 鹹蛋也會比較均勻 太棒了 老闆 很聰明耶 刺刺頭好了 應該好啦 好 接下來第二道 老闆要幫我們做什麼料理 我只是示範一下 就是說雖然這是一道菜 番茄燉牛腩 那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番茄牛肉麵 加麵 加一點幾食 加個麵條變豬食 不用當一菜了 現在麵條正在這個滾當中 對 下一個步驟 我們同時可以進行什麼呢 我把湯汁先倒出來調好 因為湯汁比較少 但是我還加一點白水 好 因為我剛剛有加了這個 辣豆瓣 我就加了一點點的醬油 這個感覺牛肉湯麵的汁 多棒 多濃稠 你看 香的 再加上那個牛腩 用牛肋條 為什麼用番茄 為什麼 因為紅燒 紅燒牛腩 一般我們會放紅蘿蔔 白蘿蔔 對 可是紅蘿蔔 白蘿蔔 我試了這麼多次 怎麼了 它冷凍過後只要超過三四天 不好吃 它就會 咪咪 對 就會整個鬆軟掉 沒有口感 那我就想用番茄 該用番茄 而且番茄我們只加兩次 就是熬湯底的時候一次 然後等到牛肉全部燉好 要分 要分裝之前 再煮 我再新鮮的番茄下去 再煮大概這樣就 可是這樣成本比較高 最近番茄很貴 番茄很貴 對 這樣子的話 妳的番茄味才會夠 妳真的是有用偏執 妳看它蘿蔔當然是最簡單 可是它卻選擇 因為要做調理包 它不要改良變成番茄 我真看不出來 它裡面有 對啊 妳饅頭在哪裡 已經溶解了 沒有 化掉了 化掉在裡面 對啊 太厲害了… 真的就像我們家裡煮的耶 天啊 媽媽買不要跟老公講誰買的 妳就是偷偷做出來 就是妳做的 家鄉的味道 有媽媽 阿嬤的味道 好吃耶 有味 對啊 好棒喔 完全不像料理包耶 妳可 妳很餓嗎 小妳哥已經吃完了 客完了 他們兩個 我現在不想回答人家 好 好香喔 還有嗎 沒了 已經沒了 它全部分完了 跟它生那個牛奶 好好吃喔 而且鹹度剛好 我最怕刺頭太那個 鹹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 就非常給小孩 其實小孩就是吃 就拌飯 就是因為有肉有菜 真的是 好棒 牛肉麵 哇 妳還給觀眾看 你知道這個牛肉麵 牛肉麵 主持人吞下去 他吐到我 他吐到我妹 很澎湃耶 這一碗 老闆太棒了 專業的 在教哥品味的同時呢 我們就來問一下微型創業家 有沒有想要提問的 我想請問一下黃老闆 就是為什麼 由實體的料理店面 改成就線上的宅配美食 然後讓大家方便在家料理 因為我們店開的時間也滿久的 二十幾年了 一塊錢 很多客人就是 可能本來住附近 或者是台北市 可是可能因為搬到台中 搬到宜蘭 想吃我們東西 很多都沒辦法保存 我沒辦法提供給他 所以很早就起心動念 有這樣的想法 讓他可以帶回家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靜音就是 這去年 對 焦哥在旁邊一直搬廁 焦哥 我們還在錄影 焦哥 我們還在錄影 太好吃了 不要來炒我 所以就會想剛好因為疫情 內用 堂食的部分幾乎就沒有了 所以呢 也讓大家可以帶到很多 送給朋友 像我們現在練很多都是寄給 比如說花蓮的爸媽 高雄的爸媽 都可以宅配過去 因為他不用來到台北不用 對 來到我們店裡 就可以吃到 還原我們店裡的食品 老闆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們餐廳算真的有名 平常就已經不好訂了 那會不會連這個也不好訂 對 太熱響了 對不對 其實 其實我們訂下去多久會到貨 這很重要 其實這不是我們生意好了 是我們做的太少 因為我們量 大概一個月只能做 因為我們是師傅做的 我平常還要營業 師傅都是很辛苦留下午 然後晚上留下來加班做 真的很辛苦 所以大概我一個月能夠供應的量 大概就是差不多 兩百套到三百套之間 所以我沒有辦法供應很多的量 那一天就沒了 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真的 今天播出之後 真的明天就一天 可是你為什麼不做中央廚房算了 我還在嘗試 因為中央廚房做出來的口感 跟我師傅做 對 還是有差異 其實我我手上手往已經跑了 大概不下二十趟 但是它做出來都 對 真的會有料理包的那種感覺 味道有差 幾乎 但我已經盡量在幫他們做調整 我再跟你講一個比較龜毛 怎麼龜毛 還有什麼 更龜毛 扣肉 你已經夠龜毛了 扣肉我請師傅一定要肉朝下 很要求 而且也有不一樣 碗粒出來了 對 還好你蒸的時候 汁才會 肉才會泡到汁裡面 這個很要求 不然的話 因為你會把肉蒸壞掉 像你自己致敬 你想的細節都幫我們想好了 很多事情都幫消費者先想好了 因為我們自己家也要吃 對 我真的聽完 我真的覺得好感動 因為 其實外送平台提供了我們一個 新的生活方式 跟另外一種便利 但平良你講外送食材 外送平台這部分 它其實削減掉了很多東西 包括食材上面 我們能夠得到 跟我們能夠享受到 可是我覺得你一個做吃的 你很堅持到這邊 而且你從頭到尾再講你的想法 跟理念 跟你對這個產品的東西 你從頭到尾沒有講成本 跟錢這件事情 我真的是感動 我真的是覺得感動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很感動 再次謝謝黃老闆 謝謝 謝謝 太棒了 馬上要來進行第三組的投票了 我們要再次邀請 第一組 第二組的創業家 我覺得今天的收穫 我不再閉門造句了 看到大家給我的提問 大部分都給我的認同 讓我覺得我的想法可以再延展下去 也獲得了一個很大的肯定 所以我想對食材 對所有的菜品的把關 我相信我還會秉持 我這三十幾年來的 這個一併的這個理念的堅持 我想我會繼續下去 終極之戰 投票時間 我覺得今天競爭很激烈喔 來囉 每組都非常的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評審老師給的分數是 金老闆也給的是19分 姿佑姐給的是20分 小禮哥給的是18分 陳衛銘給的是20分8分 我禮哥也給滿分 對 目前是77分 以評審團來講呢 它是目前今天最高的一組 評審團的分數 但微型創業家還有20分喔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微型創業家 請舉牌 今天我們第一組是94分 目前暫時領先 現在看到願意賣這個產品的 只有兩個人沒有舉牌 所以目前分數來到了95分 恭喜… 是 但是接下來您有一個權利 對 今天你可以挑選一位評審 然後再進行這個賽後的贏家攻略 對 一對一喔 只針對您的需求給你一些建議 因為他們都是在微商 直播 都是高手 你想選誰 照童藥市老闆的維銘哥 維銘哥 謝謝 童藥市實體店舖老闆的對不對 是 維銘哥 恭喜黃老闆 謝謝 恭喜 這是我們這一集的優勝老闆 超高分的耶 95分 好 謝謝維銘哥 謝謝 好的 大老闆聯盟 是全台灣唯一的這種電商 或者是創業家的選秀平台 對 我們有很多厲害的商品 如果觀眾朋友 你也有興趣的話 可以趕快掃描一下QRQ 就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專頁囉 再次謝謝評審團 還有微型創業家 下週是同一時間繼續鎖定 大老闆聯盟 拜拜